就要进入可以有计算的部分 讲了半天电流电流 电流要到底怎么算 怎样叫做电流 电流到底怎么处理 电流的意思就是 单位时间之内 一段时间之内 通过一个截面机的电量 我们用安培做单位 公式写作I等于T分之Q 这个公式是基测考过的 这个公式是基测考过 等一下有类似题让你做 就是花多少时间走过多少电量 通过多少电量 Q就是电量单位用库轮 T是时间单位用秒钟 出来的叫做电流强度 讲电流强度是比较正式的讲法 你们可能就只有讲电流 OK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不挑剔 那么这要做安培 所以一秒钟通过一库轮 叫做一安培 一秒钟通过两库轮 叫做两安培 就把时间带进去 电量带进去 你就会得到我的电流 会有多大 I等于T分之Q 就是电流强度的定义 电流强度的定义 单位时间之内 所通过截面机的电量有多少 它的单位叫做安培 I等于T分之Q 然后等一下就会有 跟机车类似的计算 让你做一做 那么一安培就等于一千毫安培 古时候就交过 那个毫代表千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一安培是一千毫安培 那么因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的 电量没有很大 电流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给的是毫安培计 毫安培计 看到500就是500毫安 0.5安培这样子 毫安培计 所以有个考试题目也都会写上 毫安培 或者你就看一下 注意一下单位的问题就好 那这个是古时候交过的 就是等一下会用到的 我如果出的最简单的题目就是 两秒钟通过五库轮 请问你 它几安培 就两秒钟五库轮 2.5安培 那怎样它变得困难一点 就不告诉你几库轮 告诉你几个电池 告诉你几个电池 那你就要记得 一个电池电量几库轮换算一下 就是基测就考这样 它说我们讲过 使用单位是什么 我们前面教过电池使用单位 要做什么 库轮 可是有基本单位 对不对 因为得失电池带电 所以有基本单位 要做电池电量 然后我们说过 要记得电池带电量 一个电池电量是什么倍 整数倍 因为得到整 就是得到一个 得到十个 得到一万个电池 失去八百个 失去九千个 都整数个 所以要整数倍 跟你讲过这个 有提问 出这个题目 跟你说过 电量什么符号 有1 电池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1 我有说你最好背下来 对不对 我有说你最好背下来 虽然考试的题目 大部分都会起 但是你最好背下来 第一个英文字母 几库的 还有记得吗 1.6乘以 12 那一库轮可以几个电池 一库轮 反过来 一库轮的觉得 6.25乘以十二 十八十八 这个是以前告诉你 最好背下来的 虽然考试的题目 尤其是基策 会 就今天会跑 尤其是会跑 基本上都会给 就要会给 但你最好能够背下来 然后于是因为 我小的这个关系 我记得的公式 就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 就跟基策题类似 就跟基策题类似 然后呢 一分钟有通过这么多个电子 那它会多少安培 I等于T分之Q 两件事注意 第一件事情注意 怎么把电子电量换成库轮 第二件事情注意 我的时间要用秒钟 我的时间要用秒钟 一秒钟 一库轮叫做一安培 一秒钟 所以两件事 第一件事要把电子电量换成库轮 第二件事情 要把分钟换成秒钟 这个是基策就考过这样的类似 很简单 就公式I等于T分之Q 就算出来了 没有什么特别 来停车站借问 这样子是哇锥 可爱小女生吗 可爱小女生 叫做12号 没来 没来 不然你碰到答案就出来了 0.8安培 I等于T分之Q 第一个事情 要把电子电量换成库轮 一个是1.6乘以10的-19 它有3乘以10的20次方格 所以乘完之后 发现它是48库轮 然后呢 要换成秒钟 一分钟是60秒 所以要换成秒 所以就48库轮 除以60秒 会等于0.8安培 就简单的直接带 I等于T分之Q 这个公式就出现了 就做完了 这是机测考过类似题的 很容易 很简单 要注意 要用秒钟 要注意 你要懂得如何把 电子电量换成库轮 不要换成库轮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 OK